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健保署今天公布了111年 全台医疗院所财报 林口长庚医院再度称霸 整体收支节余金额最高的排行榜 连续7年拿下了第一 但如果单看医务收支 其实中国副医才是第一名 至于整体收支短处金额最高的医院 第一名是土城长庚医院 另外亿大医院的排名变动也引发关注 从110年节余金额第5名 滑落到了短处金额排名第二 原因是因为投资收入少了8亿元 全台哪家医院最赚钱呢 根据健保署最新统计 111年整体收支节余金额 排名前十大的医院 林口长庚连续7年蝉联第一名 整体节余还是前一年的2.7倍 且长庚体系的医院一口气占了四个名次 但如果单纯看医务收支 节余金额第一的其实是中国副医 他那个整体收入是包括业外 就是我们创办人当初捐的那些台数的股票的配息 经营医院有赚当然也有赔 11年整体收支短处金额排名前十大的医院 包含土城长庚 义大医院跟博田国际医院等 其中义大医院排名变动 从110年节余第5名滑落到短处第二名 原因是投资收入减少高达8亿元 而针对部分经营有困难的医院 健保署将伸出援手 其实有部分也是属于新成立医院 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盈余的那个点 可能会对于偏乡部分 因为它就是属于一个灯塔型的医院 那这种医院其实是 应该要尽量来维系它的生存 那我们会跟相关的团体 这边来讨论定出一个相关的一个补助的方案 建议健保署可以增列固定资产 或者是人事占预的项目 更有利于民众 来了解这个结余流向合理性 不同性质的医院收入也会有差异 就叛医院收益不会影响到 民众的就医诊业 谢谢陈廷 陈建国 特别标道